我問你,這是應該通過的還是否決的? 如果你認為是否決的, 如果你現在認為是否決的, 就一定要23個泛民站在一起,才能夠保存否決權。 現在已經有兩個表明,其實是會支持的。 現在都很清楚了。 再加上曾鈺成的必要字,就投一票。 現在基本上是差一票。 這個應該要學著他。 這個馮檢基的講到出面了, 他講回上次他怎麼會通過。 上個禮拜阿波咪都問得很清楚了。 是啊,你有什麼問題就是, 根本下來,是沒有東西可以保證, 你可以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以及就算你可以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我可以這麼說,這個都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根據最新的民調來講, 認為通過政改方案,在現在的情況下, 依然是多過否決政改方案。 以及2005年已經一次了。 是啊,又再次原地踏步, 令到政制陷入了一個這樣的, 基本上是十幾年沒有進步, 到2017年,一局面入面。 泛民哪一個負得起這個責任? 沒有人負得起這個責任。 上次選舉這個問題根本是迴避, 沒有得拿出來談。 還在說2012, 現在2012死了, 寡武寡死了兒子, 沒有了希望了。 一個這樣的政改方案, 誰有權決定, 他是應該通過還是否決? 只有市民有權決定。 只有將這個權交給市民,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正確的政改方案是這樣。 這個時候我們要求市民明確授權。 建制派那些不理, 他會跟政府走。 泛民議員是需要市民授權, 他去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你要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就不是靠現在的民調, 或者政府的諮詢可以做得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那些方法上有錯誤。 第二,那些人不需要付出代價。 第三, 政府資訊則則博過, 沒有充分的宣傳和討論。 只有透過一次全香港的普選, 在所有的電視台建台, 大家就是集中爭辯這個問題。 香港市民才能夠明智地決定, 究竟應該贊成或者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 你無論贊成這個政改方案通過, 或者否決這個政改方案通過, 都應該五區找人出來辭職, 然後讓市民去決定。 是啊, 讓市民去決定好過, 即是中央政府又不做事, 泛民主派又一旦逛逛了那麼久, 那不如將那個波交給我們市民自己來投票。 市民, 因為你變成是停滯了十年了。 很久了。 誰負責任, 再原地踏步。 第一, 我問你, 這個決定權, 在上次選舉, 根本沒有拿出來討論過, 沒有充分諮詢過市民。 你號稱, 建制派你不要說, 民主派你號稱民主的, 一個這麼重要的議題, 怎麼可以不拿出來討論, 而交助人民決定呢? 如果有辦法的話, 無論你的心裡面是贊成, 通過, 或者否決, 都應該做這個五句公投。 這個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行為。 大家有些暑舌狗偷。 好了, 第二, 我問你, 如果市民, 真是說, 認為政改方案要通過的話, 你就要尊重這個市民的決定。 因為呢, 付出代價的, 就不是你們, 是全部的市民, 令到政改停滯是。 但是如果市民認為, 在這樣的取捨之下, 認為都要否決的話, 正是這樣才能夠將二十三個, 如果有, 結果六成市民贊成否決的話, 還有哪一個, 泛民是敢背叛, 而是去贊成通過呢? 一出家就怕被人打的嘛, 真是。 你明不明啊? 不是這樣, 你根本就否決不了。 不是這樣, 否決得來也不光明磊落。 你是不是一個真正信任民主的人? 就是你看你能不能夠信任人民。 如果你不能夠信任人民, 你覺得你的見識是高於人民的, 那你應該是獨裁了。 但應該是, 最後我們只能夠相信人民的裁決嘛, 你基本上懷疑人民嘛。 好了, 這是第一重意義。 第二重意義, 民主, 不是在一個機制裏面, 民主是一種行為來的, 實質上的行為來的。 公投, 這樣的五區總辭, 本身就是一種民主的行為, 它本身是一種民主的實踐。 我解釋給大家聽, 如果這一次, 就算是這樣投票, 共產黨可以不理, 如果高鐵那件事, 香港市民反對得很厲害, 六百多億, 你又五個出來, 又投一次, 結果是99%香港人反對起高鐵的話, 特區政府敢不敢起呢? 不是政制問題的時候, 特區政府, 會不會, 和民意拼命呢? 如果民意能夠準確地表達出來。 這件事變成了一個利器來的。 在實踐過程中, 在這個實踐過程中, 在這個電視辯論中, 香港市民, 我們的下一輩, 是要了解政制政改問題, 是多於你用二十年在學校的教育, 書本的教育。 也知道怎樣利用手上的票, 將來有重要問題的時候, 會重複這一票, 你做一做一做, 他就變成是真的, 結果呢, 就要有公投法的, 結果終於就是這樣, 沒什麼重要得過, 人民可以直接表達他的意見, 人民只要能夠直接表達到他的意見, 就不需要別人給普選我們, 香港普選民主成分的增加, 一定比你增加十個立法會議席, 有什麼重大issue的時候, 人民又要求你五個出來辭職, 你又選過了, 如果90%市民站在一邊, 政府敢站在另一邊的話, 市民必然非常憤怒, 你盜竊成果, 每次正是選舉作弊, 盜竊公投成果, 這些東西, 才能夠造成大量的人民運動, 你看看所有什麼式的革命的結果都是這樣, 是在一次選票之後, 人民覺得他被欺騙, 那個憤怒程度, 才會排山倒海, 是令到你無可抵擋的, 那件事是, 我已經不要用陰謀論來講, 他們是不是受人影響,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最重大的, 當然是黨派的觀念, 這個老實說, 司徒說, 講新的事情, 其實句句都只是講黨派的, 其實, 喂, 第一, 我是贊成余弱美講的, 幾個人吃飯約你來講一下政改的對策, 為什麼不行, 所有事情都是, 一班人先講完, 然後公開討論的, 一會兒, 如果不是, 不跟你講, 一來就公開討論, 你又不告訴你, 公開討論, 別人約你來談, 你又說你約你來談, 你大了, 是不是, 根據司徒華這樣講就是, 是他講就可以, 這個世界就, 喂, 老實說, 就是說, 司徒華那些是一種很執拗的人, 但基本上他的思維方法是完全讀共產黨一樣的, 我要講這件事情, 你看他講的語蕾, 喂, 我是讀共產黨史出身, 什麼叫做圖派主義, 什麼叫做形左實右, 其實他講的全部都是統戰, 就是, 全部都是用這些術語來講的, 他整個思維, 就是維根斯坦說, 人類的思想是不能夠脫離的原語, 全部都是用這些講話, 他根本都完全不明白自由主義民主的, 罵了多年的戰友李柱銘, 說他不懂政治, 是啊, 而且是一個非常沒有道德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就等於律師這樣, 寫信去文事官司, 我要求你講數, 一定寫了, not to be prejudiced, 就是說, 這些講的東西, 並不表示我有責任的, 我只是跟你談一下, 在密室談, 未曾講的那些東西, 是不能夠唱的, 你現在唱什麼呢, 但是跟你講一下, 又說社民連協詞他, 我不知道怎麼協詞他, 是呀, 現在用的是公開的手段, 現在不是用槍指著你嗎, 現在不是抓了你老婆子去嗎, 何謂協詞啊, 社民連推動民意, 是不是可以推動, 你有沒有推動民意去推動政府做事, 那你就要協詞政府, 是不是, 我不知道司徒華的邏輯在哪裏, 所以我們要選擇, tip 囉? 深呼聲,